辨试AR与一般AR有什么不同? 如果是一般的AR,玩家打开AR线索就会显示出AR图片。 此时需要仰靠玩家观察AR与实境的相关之处,自行比对后找出新的线索。 就好比将一个工具交给玩家让它自由发挥,让它拥有操作感。 而在辨试AR,会先看到一段文字提示,玩家就是从关卡以及这段提示中, 找到他们要找的目标,找到正确的物件后将镜头对准目标图片,AR效果就会显示出来, 并且服贴在目标图片上,移动镜头或改变角度都仍会固定住, 做出虚拟与实境结合的效果。 要开启辨试AR,必须先放上做好的AR显示图片, 再点选启用,因为辨试AR的引导很重要,所以提供提示文字让大家寻找, 再来放入要辨试的图片,接着记得存档与发布就完成了。 不过在制作辨试AR时,经常遇上两个问题, 一是AR图片无法在期望的位置显示,或是大小显示不正常, 二是图片无法辨试出来,或是上传时被告知辨试度不足。 首先针对显示位置的部分进行说明, 制作辨试AR图片时,可以先制作好期望效果的画面, 再将该图片拆开分成,被辨试的图片, 跟显示的AR图片,而显示的AR图片必须维持在原本的位置, 并且维持原本大小, 务必让辨试图片与显示的AR尺寸一致, 以此图为例,被辨试图片宽度跟高度分别为750x1200像素, 而显示AR图片也同样必须为750x1200, 另外记得显示AR要保持背景透明度, 再来说明关于图片无法辨试的部分, 这部分通常代表图片辨试度的特征不足, 而可以供大家参考的部分是, 上传辨试图片时, 左下角会产生一个0到100的分数, 分数越高辨试度代表越好, 建议至少达到40分以上, 但辨试AR时常因为现实环境而造成无法辨试, 无论辨试分数有多高都建议实际测试, 如果觉得自己辨试图片的分数太低, 甚至是无法上传时, 可以调整辨试图片的亮度与对比, 借此增加画面中特征的明暗差距, 就有机会增加辨试特征, 也可以透过增加图案达到增加特征的效果, 通常图案的0角转折越是明显, 效果越佳, 若是以实镜照片作为辨试图时, 应该避免不必要的背景入镜, 只保留辨试的部分将图满板, 也不要用材料留白的方式, 这些都会影响实际辨试的效果。 综合以上, 在辨试图片的取景上有几项建议点, 一,尽量选取室内素材, 避免阳光造成光影的影响, 二,避开有倒影的景物, 如窗户,展示柜, 金属等光滑材质, 三,直接取要辨试的范围, 其他部分不要入镜, 最后就是第四点, 务必多做测试确认能否达到预期效果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